700多名原住民警察及眷屬同聚一起考山珠参与亲职活动 内政部警政署和原住民族委员会首次举办传统文化活动 让大家在熟悉文化中拉近彼此距离 另外内政部警政署长陈国恩 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汪明辉及新北市警察局长胡牧原道长同欢 感受与文化结合的休闲活动 今天分成五个地区 包括北北姬夷 陶竹苗 还有中章头跟云林 还有高平以及花东总共五个区域 总共大概有将近两千人参加 那北北姬夷这个部分大概有700人参加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能促进我们原住民的各族中间的联谊 包括我们警察的联谊 也能够从原住民文化教育亲子各方面能够有所帮助 也谢谢大家的参加 原住民族少不了的宰歌宰舞的表演为活动炒热气氛 平日洗脑的原住民警察把握机会和眷属还有家人团聚在一起 还有亲子趣味活动邀请大家参与 增继亲子兼感情 内政部警政署表示 借此活动促进北北姬夷地区原住民族警察兼情谊 并向所有警眷们对于警戒长期以来的支持及肯定 让所有原警们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投入打击犯罪工作 针对我们原住民的警察还有我们的家属 举办这样的一个亲子活动 让他们在工作之余能够重温或者是学习享受 而且分享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文化 让他们得到一个温暖 让他们在工作上能够有一些凝聚我们的团结的精神 还有激励他们的士气 就这样简单而已 这是我们办活动的意义 北北姬夷地区的原住民警察 透过这次活动能够聚在一起 拉近各组之间的感情 还有和家人聚在一起的欢乐时光 相信能让他们对于这次活动留下深刻印象 中家新闻林立如刘凡刚巴黎报答